HELLO 大家好,我繼續回來究極龍寶石 上次講到打完這個敬敵之後就... 沒有啦,打完道館,然後打完水艦隊 現在就應該要上去打雷道館的劇情 現在隊伍就好像上次一樣,捉了石丸子和那隻的請假和 但是會不會用呢?暫時不知道 我們繼續過著,一直回覆一下大家的留言 好感激各位踴躍的留言,我都看到有一個可以改性格的 就是回到之前的精靈訓練學校 等我們遲些有需要再回去 好,另外有些觀眾留言就表示要一些勁少少的精靈 妖精系,妖精系遲些我想我應該都會有的 因為妖精系...嘩,你看他多久,我用普通的,他立即換一隻鬼 對,厲害一點點的妖精系,因為妖精打龍和惡 還有打格鬥都是很好用的,妖精 所以應該會有的,但是就要看看吧 看看用哪隻好一點 OK 妖精系...其實妖精系首選應該會是... 什麼?什麼沙內斗 因為這一集的沙內斗有什麼進化,我想應該都不差的 對,這個是什麼,你很在意 對不起打架,你會向尾Mail 剛才被黑衣人搶走 進了遊戲廳,這個是什麼劇情來的 遊戲廳好像是在...這個 這個遊戲廳是吧 黑色衣服,這個啊 明明看到他們在垃圾桶那裡 這裡啊 咦,不是啊 空的 有個代幣 咦? 要用代幣 什麼來的? 兩隻一樣的 水若魚公仔 長耳兔的Megaset 這個呢? 這些講老虎機的一些遊戲 咦,黑衣人在哪裡啊?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 不要緊啦,我們先找到這個管主 這個道管 好 對了,奇魯利安 就是沙內斗的上一個進化 好,但我們都輕鬆贏到 OK 滿衝的男生是你的朋友 但你擊敗他沒有任何猶疑 你究竟還沒斷言你的強大 我這個就是阿丹麥 就是之前在... 那個森林看到的那個,後會有期 我們是不是可以立即打 我記得好像可以立即打 這個... 雷系道管 那雷系道管會有些什麼呢? 相信應該會有戰元永遠 對 因為劍盾的精靈 好啦,那雷系... 我們用護主犬先吧 卡第九 不良 嘩,10%而已,應該沒問題 應該不會輸的 就是管主之前不會輸 關主之後就不敢肯定 嘩,進化了 嘩 這隻進化了 這隻進化了有用 可以用到 這隻 加速減蜜防 爽囊神眾 對,其實全部性格我都看過 不過就... 不是最完美的那個 火花 我剛才發現那個螢幕 不知道是不是... 即是攝影機的背光 不太拍得清楚 好,護主犬 繼續用這個火技 嘩,神速 上一回合有同伴倒下威力會提高 其實可以用的 我們不要火花 都有用的 OK 鐵壁 鐵壁 鐵壁的話 可以不要這招 掘沙 因為掘沙 重複了一招技能 那我們不要那招 火焰車 繼續 火焰車 怎麼會有蟲系 怎麼會有蟲系呢 雷電球 小池怪 小池怪一定是堅硬特性 由這個第五世代開始 這些堅硬特性 又太屈肌了 很厲害 好 OK 可以 我們可以試試打個管 他可否現在踢過呢 相信應該都未必可以 因為現在平均我隊伍 有些就未到28 有些就只有19 20都未到 那試試吧 我們不如先用石丸子 因為石丸子 雖然沒有地系 但是 他有岩石 可以頂一頂的 OK 飛蟲 這隻 我們先用一個 隱形岩 先下釘 嘩 一來就 一來就一個能量球車 那我下了釘 他這隻就比較偏向低速 我們用護主犬的火焰車 十萬福特 OK 下一個 下一個是雷電絲 雷電絲應該是打不贏的 雷電絲我們用著 比加超 先用二連鐵 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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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他們好用啊 閃光 接著用蛙 這個蛙我們自己用輪槍 噢 打不中 好 噢噴死火焰 不是會中到 雷超 雷超應該也未必夠快 我猜 我們用鬼技 精神強烈 嘩 有點難打 有精神 應該輸了 OK 破獻他一次 之後要死了 也是要死了 草成傑 以下環 狂姆輝打哪招更厲害 應該狂姆輝打吧 狂姆輝打會更厲害 在對手之後攻擊 是不是技能都算呢 因為他一定是比我的 所以這招算不算 我應該算了吧 最後一隻 爪狂 HP越少 威力越大 不要了 噢燈龍魚 燈龍魚 我們直接來個怪力 好沒光線 嘩 輸了 剛剛好輸 剛剛好輸 剛剛好輸一點點 那不要緊 我們一會回來再打 我們先打一下 訓練家 先打一下 是差一點點 是差一點點 一剔過的 但是還是差一點 不要緊 噢 盡快又站在這裡 不要了 這招 我相信他沒有時間用這招 什麼綁緊 所以不要用他了 我們可以用怪力 穿著行鎖去打架 應該挺有用 挺強 好 怪力 應該可以秒住過 他們訓練家的精靈 好 你們 太少了 6 東東鼠 好 下一個 這個 這個 不是的 這個 只有8 為什麼可以 剛才那隻紅 其實我有機會也想試試玩 好像幾個人 那隻 鬼事 為什麼只有6 你們 是你們沒有設定等級 還是那麼低 救援露寶石的普通難度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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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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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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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9 9 9 7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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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頭鎚 學吧 頭鎚 也有用的 好 要打雙打 好吧 為什麼那些怪那麼低呢 他們只有六呢 為什麼可以 跟管主的level差很遠 然後我們就要打這個四人家庭的一個隊伍 雖然他只有六呢 但我們都有經驗值拿的 雖然不是太多 這個好像有東西拿的 我記得 問這個阿普好像有東西拿 對吧 沒東西拿的 強制鍛鍊器就是學努力值的 將獲得的努力值翻倍 咦 這個有些特別的東西 單車行 哦 這個是車能力值 嘩 這個過體值會不會太差 這個是引蛙的 太差的 這個是努力值 努力值和這個過體值 嗯 嗯 這裡竟然有輪槍 這個 還有一些訓練家可以打 咦 哦 發現到雷電師的 Mega石 我先去撞一下這堆醋 看看有些什麼 這裡也有七呢 四季六 用錯期 咦 蛇院子進化 力量寶石 那力量寶石其實沒什麼用 因為他是特攻比較偏低 所以不用了 雖然他的攻擊力比起頭鎚 比起頭鎚 比較高一點 但是真的很難用到 咦 蛇 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 未必一定要用那隻 什麼先的 我們一開始可以用 那隻 護主圈打 不一定要用石軟子打 我們先用護主圈打 護主圈上頭 然後這裡用火焰車 因為我們本身是比他快的 因為我們本身是比他快的 這裡雷超應該會用的是 精神強念那些 但是不要緊 精神強念 咬他 好 不行 不夠他快的話 我們用村長紅 這裡 不 村長紅 用這個二雅橫 OK 行 一下打死 劈開 劈開我們要 雷電師出來 那雷電師出來的 我們這隻都要死的了 這隻要死的了 出一隻地蠻岩 出地蠻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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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一隻什麼 他還有一隻 他還有一隻 他不是有三個很奇怪的 他竟然沒有戰緣永遠 雷電師 騙了一隻 燈籠魚 燈籠魚 我們用泡泥吧 嘩 一來馬避了 比加超 閃光 接著用二連踢 再閃光 再閃光 行 接著用 引蛙 嘩 很危險 其實 他一中多我就死了 這隻 哎呀 馬上中了 那麼要輸了 想不到不可以三下下去搞定他 嘩 嘩 厲害 嘩 兩下都中 有點難搞啊 哎呀 想不到不可以三下下去搞定他 搞定他 雷超 其實應該我用這隻呢 應該用過動員再用Hawky會好一點 接著就等他死 接著穿紅出場 再用以下橫 接著雷電師我們可以照用怪力 咦 他用什麼 咬住啊 為什麼他不用特攻技呢 為什麼 釀錯了朋友 沒有光線 應該他輸了 這個時候只要我出隻 人蛙 人蛙 人蛙應該可以了 用舔 輪槍 OK 地蠻岩 接著用這個 頭鎚應該都死了 頭鎚 搞定了 沒有戰友永遠也沒有三下一次怪 電力徽章 level提高至37 現在這個雷道館搞定 雷道館搞定之後 不是應該要拿什麼碎石嗎 是不是要解決這個任務 是不是這裡 換獎品 換獎品 沒有代幣 咦 這個怎麼解釋的 拿單車先 考... 考... 要付錢 考試 考試要付錢 要有費用 山青筷 這是什麼 歡迎參加單車考試 在你面前有一排碎石 要直接踩就掉下去 野外的動物會遇到 音速單車 OK 要考試 神經病 OK Easy 上來不小心 搞定 歡迎來到第二關 你已經學會起步了 這一關考驗你的轉向 在音速單車加速模式下保持轉向 OK Easy 歡迎來到第四關 已經學會快速起步了 這次也是上波 其實挺有趣的 這個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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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了 這個做什麼 這個做什麼 卡住了 後有筆 還是要下車 要下車 歡迎來到上陣 你已經學會 音速單車全部技巧 像是技巧單車 按著B圓條 OK 欸 咦 咦 他這裡不是這樣下去嗎 唉 第B 嘩 現在很危險 嘩 死了 低能 這裡 這一間 怎麼上啊 這個 哦 這樣 OK 原地跳噴霧 什麼 草叢中使用原地跳躍的功能 可以在不增加步數的情況下 遇敵 啊 這麼有趣啊 通常運用於原野區和噴霧 嘩 這麼厲害 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可以遇到怪嗎 真的 嘗嘗 不可以跳下去嗎 怎麼跳啊 需要同時按下方 是不是 OK 可以下車了 高的你已經全部考核了 你可以自由地踩單車了 OK 可以 好 風野 任速單車 高速單車好像有用一點 我覺得 好 現在打這些 訓練一下 先 那個單車考試其實都挺有趣的 因為 是很 很有心 如果你說 Pokemon 你拿 假設在這個正常原版的綠帽石 你拿了這個單車之後 你完全不會知道 這兩者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 是甚麼 也不會知道他有甚麼特別技巧 但是這個他都告訴你 有甚麼特別技巧 我自己都不知道原來 那個單車原地跳可以撞怪 等一下我們可以試一下 好 這些訓練一下 沒甚麼 其實最難打的是管主和BOSS的部分 這個模式的話 其他的話都不算太難打 我們馬上拿一架單車 越野單車 我們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撞到怪 真的 咦 妖精系 這隻 妖精系 的暴露 挺有趣的 這個 我自己都不知道這個技巧 雖然這個技巧 好老實說 這個技巧 就已經 不算很有用了 因為這遊戲都這麼久之前 你現在學會了這個技巧都沒用了 在哪裡啊 不是在這家東西嗎 我現在欠一顆碎石 首先過來這個岩石位 叔叔在這個指甚麼事 叮嘱過 他11號要帶上碎岩 在單車寶對面 單車寶對面 單車寶就是橙色這個嘛 紫色這一棟嘛 但我怎麼進去才行的 對了 我記得這個位置就是拿碎岩 但是 但是他 阻礙了我 這裡 不懂得玩 這裡 好啦 既然是這樣 我們今集時間來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繼續劇情吧 嘩 這個既然綠寶石了 暫時看我都不會說怎麼卡關的 可能 要收拾一下 一些厲害的精靈 好像之前有觀眾所說 要一些妖精系 一些屬性要多些 不然後面一定卡到瘋 好 那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